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已經走了大概五分鐘左右吧 要去白色獵人的主題樂園 現在還不到11點 路上就超級多人了 排隊狀況 十點開但是人就那麼多了 簡直是北海道版的迪士尼樂園 這邊的餐廳啊是用平板電腦點的還蠻方便的 喔 還有英文耶 開吃手康復角 就很適合 掃河 明明電腦點 超酒 水 現在下雪,中庭的地方有超多可以看的 我們離開白色獵人工廠,接下來要去小樽 中餐要吃2019年跟韋恩來飛海道玩的弱雞時代 但是人家人應該是蠻夯的,能不能拍照其實也不知道 我們吃完了中餐之後呢,我們就在下雪的小樽這邊看看雪,然後看看景色 哇,超漂亮的 剛剛來的路上有個什麼三角市場的地方,然後看起來好像是賣鮮魚或是海鮮類的吧 那我們就過去看看,如果還開著的話,現在已經下午3點半了,可能也沒什麼海鮮的 雪也開始大了,希望天氣不要變不好 這邊應該就是雜謊雪祭他的會場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工作人員真的 因為今天是第一天,工作人員開始在堆這些雪祭的雪球之類的 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就來看看,我們都來看看 我們看見牠子風裡在昨天的雪祭的雪祭,下雪祭的雪祭 我們都來看見牠子風起來 我們十分50分鐘的下雪祭的雪祖 我們也是在樓下雪祭的雪祭的雪祭 我們是中國頓下雪祭的雪祭的雪祭 我們是自然的雪祭祭的雪祭祖 我們又來這個雪祭祭祠的雪祠祭祠的雪祭祭祥祠祭祠 後面有沒有超棒的這個景 超漂亮 我們現在在商店街這邊走一走 雖然電都已經關了,但是還是有很多 雖然商店街都關,但是燈還亮亮,走起來其實還蠻開心的 這裡是包婆第一次晚上來這邊,發現原來晚上點燈之後那個漂亮程度真的夾了十倍 因為現在已經天色暗了嘛,所以我們現在一路走回剛剛點燈的地方看看現在會不會變得更漂亮呢? 有名的 哇,台灣呢 好爽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